剛剛有有經過那個分割資料的動作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首先的話呢第一個 我們跑一個回圈 4回圈他從0開始 那特別注意 那個data呢我們抓過來data 後面呢你會發現他一定有什麼大瓜糊 這個中間第一個大瓜糊的編號就是就是0 第二組的話呢有沒有就是1 依實類推那總共172筆資料對不對 所以會有172個大瓜糊 那一個瓜糊 就是一筆資料一個大瓜糊就是一筆資料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將來要把這些資料全部抓回來的話可以做什麼事呢 可以跑回圈回圈就從0到多少呢 到data.lex data.lex就是172我們剛剛有excel看過了 有沒有如果說沒有excel的話說真的 我要從頭算到尾哇 實在是麻煩於excel 所以用一次有一切 馬上螢幕瞭然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我們也可以給 這個data.lex就172 對不對 OK 那這個數字其實就會傳給什麼 CNT 172 那當什麼時候會跳入回圈呢 當i小於172 就0 0到171 因為172是從1開始 他從0開始就171 他就會跑回圈 那回圈的話呢就是 其實i++或++i都一樣 就是累加 一直往裡面 跑 那再來的話我要抓出什麼 抓這個資料有沒有 一帶進來 的 零 先從0嘛 所以會先從哪一筆資料呢 他會先抓 第1筆資料 其實從iscel看會比較清楚 抓這一筆資料 有沒有 這一筆資料就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呢 他抓哪一筆呢 抓 Display ADDR 有沒有這個 抓回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 這個地方 他抓 抓資料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抓 有沒有發現 Display ADDR 看應該理解的意思吧 就是第1筆資料的 欄位 叫做什麼呢 就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Jackson 跟JavaScript是好朋友 為什麼 因為他很好配合 他們之間搭配非常的match OK 然後呢我要怎麼去 切出什麼呢 切出 哪一區 特別注意 我可以用一個叫做substrain 這個substrain 就是切字串用的 那切字串用的 有點像是如果各位有學過 像那個VBA裡面有mid的函數 MID有沒有 其實他們有點類似 那從第幾個字開始 從第0個字開始 切什麼呢 切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從第0個字 切什麼呢 我現在這個地方 把它縮小一點點 這樣放在底下 這樣各位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有沒有 從第0個字一開始